吃完早餐出去就在酒店的 今天眼袋這麼厲害 在酒店的後門尾一尾 給大家看看 後門是這樣的 為什麼煙灰鍋裡面有一顆提子呢 然後就是這樣 那天就是那個 叫錦炭橋 炭色橋 炭色橋 在那裡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到 這裡 有很多人在這裡 坐一些Gondola 這裡是主要的 有船航的禮償 鑲回去收好雪櫃 嘩我們大家拍手 Yeah 神經病 OK 停 這次是Marco的教堂 來了這麼多次 第一次進去 那就是這個 在中央廣場的教堂 挺漂亮 但裡面不可以拍照 所以我也不可以錄影 所以我也沒有錄影 或者拍照 我聽我們去哪裡玩 現在就在想下一站去哪裡 所以呢 我們剛剛在威尼斯 最出名的就是 喝完熱朱克力和咖啡 OK 喝完的熱朱克力和咖啡 這間就是叫做 Florian 它就是對著這個 叫做St.Marco's Square 星媽見三層 現在我們就要搭一號船 一號巴士去 一號巴士去 Museum 很重 但這個相機可以多拍很多 你介紹一下我們 在哪裡吃午餐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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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術館旁邊吃午餐 對啊 它這個是 醋醋 但它是噴噴醋 它是噴 知道你來 所以給你噴醋 珍妮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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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了沙拉 還有一個Pizza 那我們吃東西囉 現在我們離開了威尼斯的主島 去了一個島 叫這島 因為有一個朋友叫這島 對 有一個朋友叫這島 正常車走的島 但其實快要下雨了 因為我剛才出了天氣預報 5點鐘下雨 現在已經4點34分 下雨的威尼斯一個人都沒有 哇 哇 現在很少人 我們正在走去 吃飯 然後我不知道 你不要上人 那我真的想不存在 你喝了個喜好 再吃飯